开心小哥哥 你有太多的理由 勇敢向前走 你有N多的借口 潇洒多个物 今天你是主角 我们 手牵手 阳光被随脱左右 啦啦啦啦啦啦 大手牵小手 想着快乐 想着幸福 想着阳光想着明天走 想着明天走 我们中国听力研科研究中心 是成立于1983年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 我们听力研科研究中心的 一个发展历程实际上也是 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还有我们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缩影 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了 一个集医疗康复教育 为一体的一个研究中心 我们一直秉承着 为听障人群提供 专业康复服务的这种理念 对改善听力残疾人康复状况 以及推动全国 听力语言康复事业的发展 做出大量工作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们 三十年前的一些 珍贵的影像资料 对 原来还叫中国龙儿 康复病中心 是 就从这个名字的改变上 就体现出我们的专家 老师对孩子的那份爱和尊重 是的 经过我们所有职工的努力 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比如我们是2021年 获得了中央和国家机关 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的荣誉重号 为全国各族的小朋友 还有那些特教老师 进行培训 是是是 让无数的孩子们 听到了世界的声音 对 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这个孩子 前两天我们东藏奥会 开幕了 我们也是特别荣幸的 是获得了北京2022年 冬残奥会对外借贷展示窗口 单位的荣誉成考 可以让世界各地的残疾人 特别是听障的残疾人 然后看一下 中国对我们听障残疾人的 一些康复 教育 对 实际上我们也是一个展示的窗口 通过我们也是向世界展示 我们残疾人 特别是康复事业 的一个成果 可爱的小朋友 对 这个呢 都是我们中心有一个 起从幼儿园 就是搬到这个新址之后 对对对 现在目前我们有200多个孩子 在园里 那么我们秉承的一种教育理念 就是儿童全面发展 和融合教育理念 融合教育可能家长朋友 不太懂 就是既有听障孩子 也有健康孩子 这样呢 孩子在一起 多多的认识世界 交流 立于他们的心智 自信心的培养 对对对 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 不管是见钱的孩子 还是听障的孩子 到我们这里面来呢 都能感受到包容平等和有爱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爱 也希望他们把这份爱呢 传递出去 特别给吉平老师介绍了 这个我熟悉 这个你熟悉 3月3全国爱尔日 对 这个呢是我们2022年 也是第23次全国爱尔日的主题 今年的主题呢就是 关爱听力健康 聆听精彩未来 其实爱尔日的这个创意的提出啊 也是在中国残联的很多领导和专家的倡议之下才有的 是 最早的时候呢 我们是1998年的时候 是由全国政协委员在会议上呢 提交了成立爱尔日的这么一个提案 然后2000年的时候 由卫生部教育部和中国残联等12家部委 共同把3月3号 就是确立为全国的爱尔日 我是梁晓坤 今年45岁 我在北京电影学院 视听传媒学院教书 小的时候 不到一岁 因为一场大病 导致我双耳失聪 听力95分贝 属于重短而容 在我五岁时 我的妈妈在屯文医院邓远程大夫的帮助下 给我佩戴上主听器 开始漫长的预言康复 那个时候 我的妈妈每天都在叫我一字一句的发音 一遍又一遍 我的舌头都裂干了 后来七岁时我上了建成的小学 从小到大 我都跟建成的孩子一样 在普通的学校上学 我的爸爸妈妈不仅给了我生命 还给了我语言 是他们帮助我回归到主流社会的大家庭 时至今日 我一直内心感激我的家人 特别是我的母亲 是她呼吁创立了爱儿日 从全国爱儿日到世界爱儿日 每一年的三月三日 就像日历提醒一样 告诉我们要爱护耳朵 现在我也像爸爸妈妈一样做了父亲 他们在我生命中培养的品格 让我更加自信 更加坚强 更加自立 而这些也会慢慢传承给我的孩子 我希望每个孩子 不管听力是否健全 都能享受到温暖的童年和世界的关爱 亲爱的孩子们 还有孩子们的爸爸妈妈 你们可以带上最先进的主听器 在爸爸妈妈和老师的爱心康复下 你们会聆听到各种不同奇妙的声音 你们会跟健全的孩子一样 能说回道 你们甚至还会每天都能听到太阳的笑声 通过爱尔日的倡议实际上我们也推动了世界的听力障碍预防的工作 我们在2015年是世界卫生组织也正式地把每年的3月3号作为世界听力日 这是对全球的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工作 应该说中国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的方案 是 中国方案 中国贡献 每年爱尔日的主题是不同的 都对各个方面听力健康起到很大作用 我有幸参加过几次 每年他会在3月3日的时候做线下的音乐会 那近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们仍然没有放弃是做的线上 对 我们从去年开始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就开设了云上音乐会 这些都是我们历年爱尔日的宣传主题 也是结合当时的宣传的一些重点 爱尔日的设立也是希望通过爱尔日的宣传教育 然后引起社会 特别是我们公众对听力健康的一种关心和关爱吧 然后倡导他们对听力残疾预防 治疗 康复有一个高度的重视 通过全国爱尔日的宣传教育活动 也使很多的家长 小朋友 因此而获得了重生可以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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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哪一些 比方说当年的宣传主题 现在可以说都已经 普及性非常广了 家长社会都非常认可 当时的那些困难 已经解决了 比如说2002年 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听力助残 救助贫困龙儿 过去我们还是以一种项目式的方式 来救助贫困的龙孩子 那么2018年 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高度忠实和关心下 我们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在全国已经建立起来 成为了一种制度 对 现在只要符合条件的 庭长儿童也好 残疾儿童也好 都可以通过救助制度 得到政府的资助和帮助 方法很简单 在官网上申请 是 核准资料之后 就可以得到救助 有政府采购价格的人工耳窝 是是是 对 除了人工耳窝以外 还有手术植入的经费补贴 还有康复训练的补贴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关爱听力健康 聆听精彩未来 对于我们中心来说 也是一个开启未来的美好的时刻 我们从去年10月份 从原来老旨 然后搬入到新纸 现在我们的测试设备 也非常的 更加先进了 更加先进了 一对一的个训式 现在有一打牌 是是是是 对对对 另外一个呢 我们现在呢也是 不光是针对听障孩子 我们也希望呢 我们将来我们的这个中心 利用我们的专业优势 能够让更多的 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都包括哪些孩子 比如说沟通言语障碍有关的孩子 孤独症的孩子 脑瘫的孩子 发育障碍的孩子 只要他们有这个言语沟通障碍 这方面的孩子 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专业优势 给他们提供更加专业化的 从2008年开始 每年的全国爱尔日啊 主办方都会举办 线下的公益音乐会 我也有幸参加过几次 近年来 由于疫情的原因 他们还是通过 云上音乐会的方式 来展现听障孩子们 通过康复训练的蜕变 刘静元小朋友 今年8岁 在他11个月大的时候 双耳佩戴主听器 在他三岁半的时候啊 幼儿植入了人工耳窝 现在他在湖南省 长沙市的博才贤家小学 二年级就读 他不仅喜欢唱歌跳舞 而且特别喜欢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风采 请欣赏他为大家带来的 歌曲演唱《再灿烂》 中文字幕开播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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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刚才呢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空气泡 我们压缩了空气 所以说呢 但凡是在我们的空气泡瞄准的方向 小朋友的衣服呀 头发呀会飘起来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 每次开泡的时候声音你们都听到了吗 这就奇怪了 这个泡明明是冲着这个方向发出的 那为什么其他的人也能听到声音呢 因为啊 声音是用播的方式从声源传播开来的 所以在这儿发出一个声音呢 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能听到 声音是怎么出现的呢 是物体振动出现的 大家看一下 空的杯子 我拿了一根笔 物体振动就会出现声音 听一下 物体振动之后 就会出现声音 当物体振动之后出现声音 大家都能听到吗 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叫做 介质 就说得有东西啊 能够让这波传过来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面去才行 介质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大气就是介质 桌子是介质 地板是介质 水也是介质 但真空不是介质 现场小朋友可能年龄比较小 不太好理解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吧 先放一首歌 这是什么呢 这是通过空气传播 好了 这是一个 筒 这个筒呢 是密封的 它是个固体 我把它放进去 我要盖上盖还能听见声音吗 声音小了很多 但是很明显还是能听到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 你看打开声音就变大了 这说明在固体还是在气体之中 声音都能传播 那下面我们看看在液体里能不能传播 放到水里 看看还有没有声音 安静 请保持安静 声音很小 但是很明显还是能听到 那也就说明在液体 在固体 在气体里面声音都能传播 下面问三位主持人 哪几位想来 声音正常情况下 在我们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 大约是多少 大概三百四十米每秒吗 也就是说我在这说话 在三百四十米以外的那个人 只要我说话声音够大 他在一秒钟之后听到我说话 下面问题来了 在大海里面 声音传播速度大约是多少 大约啊 比三百四快还是慢 我就猜这个吧 我觉得比三百四慢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同的介质 我感觉那个介质更不好传播 在空气里是三百四十米每秒 在海水里面的速度大约是 一千五百三十米每秒左右 我下去了 那么远 也就是说速度会加快将近五倍 是吗 那么在固体 比如说钢铁 从铁轨听声音的话 这个速度会变成五千二百米每秒 那下面问题来了 在奥运会 以前比如说开枪 啪在起点一开枪 终点的那个人要按一下秒表 那么请问 按秒表的人是听到声音在按吗 下面谁 男人说不是的 您讲一下 因为空气的那个速度 声音的传播速度 比那个视觉看到那个烟冒出来的 那个速度要慢 所以要看烟来按秒表 您肯定参加过奥运会 所以说要看那个枪的烟 因为眼睛光的传播速度 比声音快多了 但是我也有一个问题 上次咱们俩游泳潜水的时候 我在水底下就叫你来救我 你怎么没有听见呢 他听见了 因为我是故意 后来我枪了两口水 光的传播速度是一秒钟三亿米 就是一秒钟三十万公里 所以说差的很多的 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我需要一个小朋友上来当个小助手 哪位小朋友想上来 小朋友 小姑娘 来 来来来 哪吒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静雅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看到我前面放了很多杯子 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呢 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杯子呢分不同的颜色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和奥运五环颜色相对应 分别是蓝 黑 红 绿 黄 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 从这个水池子里面呢 咬水 第一个杯子不灌水 第二个杯子灌到这个滤线 中间这个滤线就行 来 开始 好 再到 再到 好的 下一个 到这条线 好的 谢谢你 那下面麻烦你再帮我做一件事情 请用这根画画的笔 轻轻地敲一下 我们这个杯子好不好 来 能听见声音吧 好的 因为到的水高度不一样 所以呢 它会出现音阶 听一下 来 是什么 我听过音阶 你听过音阶 因为它不是非常完美的陡人密发搜 但它已经接近了 居萍姐姐 请您为大家演奏一首 好 好 和声 ребята 叮唆叮唆 叮唆叮唆叮唆 叮唆啊叮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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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ter 好吧 好 好 请一隻但 好 好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进行这个小小的实验 可以 今天我们知道了声音是怎么来的 同时呢也想告诉各位小朋友 我们希望全天下每一个孩子都能听到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声音 一定可以的 加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石文静老师 来带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 嗨小朋友们我来啦 石老师好 你好 来快小朋友们上来吧 来吧小朋友们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啦 好 哇我们看一看 现在齐老师给哥哥姐姐还有小朋友发了什么 哇你们都拿了什么呀 圆圈 那你们知道今天石老师要带着小朋友们 玩一个什么游戏吗 小汽车 哇你们好聪明啊 那小汽车谁开小汽车呀 是不是司机 哇小司机是怎么开小汽车的 我们来学一学好不好 好你们 好 哇 那今天呀我们就来玩开汽车的游戏 但是呀老师想问一问 小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要学会看红绿灯是不是 还要有注意安全 那今天石老师呀就来当信号灯 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石老师手里举起啦 红灯 当红灯亮的时候我们就要停止啦 对不对 好 那当石老师举起绿灯的时候 小汽车应该怎么做呢 哇 好棒呀 好 游戏规则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游戏吧 好 我是信号灯哟 好 开始 现在是绿灯啦 红灯亮啦 红灯亮啦 绿灯 看好信号灯哦 好 好 开始 小汽车小司机开的好棒呀 行了 开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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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超车啦 红灯啦 好 好 现在信号灯收起来 小汽车司机们 已经开了 我们把小汽车开回停车场吧 好吗 再见 我的表情变变变 挺好 挺好 我的表情变变变 很辣 很辣 我的表情变变变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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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变化了好多的表情 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啊 就一起来做一下 这些表情的娃娃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想一想 昨天 范老师 有小朋友做了一件事 是什么事呢 什么事 一起来看一看 诶 谁呀 我们昨天 谁呀 谁呀 我们昨天啊 一起跟范老师啊 把这个白色的纸 引成了什么 五颜六色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就用它 来做一个心情宝宝 来 然后拿出 拿出带颜色的带颜色的毛根 看看啊 谁拿出来了 好嘞 好 拿起来 我们把它 好 记一下 好漂亮的雷鸡呀 好棒 好 好 现在我们拿出黑颜色的笔 咦 我要给这个小朋友画上什么呀 眼睛 好 来来画眼睛 眼睛 我画你吧 我画你吧 好 我们都有什么表情啊 高兴 生气 对不对 好 现在你画上自己的表情 今天我们来了那么多客人 曼老师画一个高兴的 好不好 高兴的 画一个高兴的表情 好了 谁的娃娃做好了 表情娃娃成功 上海市闽杭区七宝铭墙小学 三年级的学生吴思诺 今年九岁了 在六个月的时候 他双耳佩戴助听器 两岁的时候 植入右侧人工耳窝 2019年进行了左侧耳朵 人工耳窝植入 我们一起来听听 吴思诺的边弹边唱吧 一起来欣赏 吴思诺的边弹边唱吧 吴思诺的边唱吧 好 请我说谢谢你 谢谢你 我有你 温暖的心情 谢谢你 爱些用的世界 很容易 永远谢谢你 我有你 爱唱的心底 谢谢你 爱些用的把心穿带 给你相信幸福以外 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恨恨 你是我的天生命运 我随便变化爱你唱唱歌 请我说谢谢你 不愉快 很长的心情 请坑 请我说谢谢你 不愉快 我觉得我很ить 我要谢谢你 不愉快 爱穿着心地 请请地 不愉快 打情中心 请我说谢谢你 不愉快 很长的心情 请请我说谢谢你 不愉快 盲妒在望ению 我要谢谢你,我用力,爱唱的心底 谢谢你,不需要你,把心都成立 我要谢谢你,我用力,担心的心底 谢谢你,不需要你,世界都美丽 我要谢谢你,我用力,爱唱的心底 谢谢你,不需要你,把心都成立 谢谢你,不需要你,世界都美丽 谢谢你,我用力,爱唱的心底 谢谢你,我用力,爱唱的心底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三 一只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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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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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 起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眼睛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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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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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四 一 二 二 一 二 一 再来两个 来 六个 还有谁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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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你再过来 过来 这儿 这儿 你别好 这儿 爸爸 还不容易 开不开心 开心 你呢 说 带来 小学习 小学习 大学 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